要告訴您一個最新消息 這就是經過一個多月的討論 股市揚升方案要正式啟動 金管會主委曾明中稍早宣布 台股漲跌幅要從原本的7% 調升到10% 那麼8月3號就會上路了 預估量能可以增加10% 公寬股市漲跌幅至10% 另外也訂定相關的配套 台股漲跌幅8月3號開始 放寬到10% 打破25年來的限制 金管會宣布股市揚升方案 正式啟動 跟鄰近國家一比 大陸漲跌幅10% 泰國 馬來西亞30% 香港 新加坡到美國 全部沒有漲跌限制 台股如今放寬 就是要跟國際股市接軌 各位想看 假設讓它整個市場分次反應 分次反應 多天來一起反應 其實到時候會有買盤縮走 會有流動性的問題 除了漲跌幅放寬 現股當成檔數也增加 從原先的200檔放寬到380檔 而個人的融資券限額也進一步取消 總共15項措施 今年開始陸續啟動 經管會樂觀看待 而近期的外資似乎也相當的積極 短短半個月就買超台股1096億 從今天盤面你就可以知道說 事實上市場對這項方案 是以利多來解讀 我覺得台灣應該要跟上國際的腳步 政府啊 想錢啊 想到發風啦 10%的話 你買到漲停板 低停板就20% 在明天再接個停板 第3次就賺錢了 盡管會閃電出手 盡管市場反應正面兩極 但能不能為台股帶來活水 接下來的表現 將成為觀察重點 多餐新聞銀進家好 台北報導